選擇下腳選擇居住環境的家庭越來越多 如果你看地圖就向東移 現在似乎去燒到高桂林那一疊 所以如果你是有意思安排在高桂林下腳 給小朋友讀書的話 這方面都值得留意 有生效是一件好事 美國迪士尼樂園裁員2.8萬人 即是2萬8千人裁員 一個大機構裁的人手 接近3萬人其實都幾大件事 大家好2020年10月5號 恭祝大家一個愉快的中秋 上星期慶祝了中秋之後 有沒有到街上玩燈籠 我自己都很懷念香港的時候 到街上吃月餅、玩燈籠、燒蠟燭、各樣 跟大家看看過去幾天的家國要問 上星期三週三明報報道 9月30日明報報道 國會預算官說今年的財值 預料會達至3285億 3285億很龐大的數字 這個其實有點預料 你可以想像就是加拿大 相等於在香港的防疫抗疫基金 就是去到補助失業人士 或者去到補助他們回的行業 是因為受到新冠的影響 而是要減工作時間 減工作時間 順應影響收入 那時至今有另外一則新聞 上星期另外一則新聞就說 申報加拿大 加拿大在聯邦層面的防疫抗疫基金 已經達至到400萬人 過零星期之前只不過是 剛剛超過300萬人 上星期已經是超過400萬人 意思就是新冠的情況持續的時候 其實對於各行各業的影響 其實都十分之嚴重 這個赤字的嚴重性 其實高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我相信這個是絕對會影響 如果小道、杜魯多 接下來這兩至三年之內 他會去叫聯邦大選的話 我相信這個對於他們能不能夠連任 能不能夠繼續執政的影響是十分之大 儘管看看他們怎樣可以平衡 因為普遍在加拿大 政治範疇就是這樣 如果赤字高的時候 往往是輪到自由黨 即是比較右翼一些的政黨 那個勝數又會比較大一些 財政情況沒有那麼差的時候 然後再加上如果牽涉有主要有關社會民生 社會福利的事宜的話 那就順應又會是聯邦的自由黨 聯邦自由黨其實是中立偏左的一個政黨 他未至於左到一個地步是聯邦的那個新民主黨 但是自由黨它也有一些左翼的理念、措施各樣 所以普遍就會在過去三十年主要都是這兩個政黨去執政 所以如果你接下來這兩至五年是會過來加拿大的話 你可以預測就是可能會有聯邦兩個政黨選舉的情況 在這個情況下為了要去處理赤字的緣故 又可能在各樣的措施會收緊很多 譬如說加多一些稅 又或者是某一些公共服務福利會削減 千萬不需要覺得見怪 因為這個從來加拿大政治那個 就是落到民生的影響就是在這兩邊左右翼的盤旋 另外一則新聞同一日的都是上星期三 本地的新聞 這個省長賀錦 因為現在省選嘛 是不是在拉票 他就承諾在高桂林那裡見新校 高桂林我其實過去這六個月的裡面 都開始聽見是有校社那個學額有多少不足 其實都是跟在溫哥華賣房然後向東移 即是達成物業的價錢 還有選擇下腳選擇居住環境的家庭 越來越多就是如果你看地圖就向東移 現在似乎去燒到高桂林那一疊了 所以如果你是有意思安排在高桂林下腳 給小朋友讀書的話 這一方面都值得留意 有生效是一件好事 有生效是一件好事 主要的中學其實都有若干年的歷史 那就不等於說他們的設施是真是舊的 總結的都算是挺新的 整個設計都是十幾二十年之前 即是十五至二十年之前之內不等 即是最近期的那些高桂林寡道的中學 接下來還有一間新的 所以都挺值得古墓的一件事 有生效是 另外一則新聞 其實就在上星期三直到今天 星期一過去五六日 BC省新冠的新病例是不斷的飆升的 沒錯那個升幅都有創新高 但起碼未至於好像在安省多倫多 周遭那個範疇他們的情況更加嚴重 BC省上星期三的數字 就已經突破了全省有九千宗 不是新個案 總共有九千宗 每一天大概都是徘徊在一百宗 到一百三十一百六十 最高有一天到一百六十二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整個加拿大 主要大都市的地方 溫哥華、多倫多 那個戒備其實都是嚴重了 都是嚴重了 上次跟大家說過 多倫多是絕對有機會再一次的封城 那未發生 未發生 我當然不希望發生 因為這個是會繼續深入影響經濟 對經濟有負面影響 的確看一看那個情況有沒有好轉的跡象 另外遠一點是美國的消息 美國西岸的消息 美國的士尼樂園 它裁員2.8萬人 即是兩萬八千人裁員 一個大機構它裁的人手 接近三萬人 其實都幾大件事 可想而知 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它去裁員 事前研製 其實就是 迪士尼樂園 其實它做不到 往時的一個生意額 其實都很難的 因為迪士尼樂園很大 它要保持著社交距離 保持著 整個運作都慢了 你賣杯咖啡 可能往時一分鐘之內都可以賣得到 但現在不行了 全部所有東西都要依足 衛生和健康的一個程序 為了就要抗疫 所以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那為什麼這一則新聞 尤其是跟加拿大西岸有關 加拿大西岸因為方便 往時未受疫情的影響 的情況之下 其實搭飛機落羅省要去探老鼠的話 兩個多小時而已 兩個多小時飛機 真的好像搭乘巴士睡覺 剛剛來到 就是check in my酒店 然後進去迪士尼探老鼠 其實都很方便的一件事 我們國內人來 我和我太太都偏忠喜歡 再加上我們去年好像去了 去了幾次 就是pick up and go 這一方面有這樣的影響 的確確看一看 看一看疫情有好選的時候 會不會又可以 大公司會不會聘請員工回來 全球房地產 這個星期五明報的報道 10月2號全球房地產 泡沫指數風險榜 多倫多連續三年上榜 今年排第3位 多倫多的泡沫指數 似乎更加嚴重 很多人都經常說 溫哥華幾時爆 溫哥華幾時爆 2008年爆過少少 但是不一路繼續攀升 溫哥華的地產情況 過去這20年真的很極型 真的很極型 你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 除了香港都跌了 香港2008年金融風波之後 其實都跌了很多 當然現在是升級 但是溫哥華從來沒有真的跌過 真的沒有真的跌過 福地 所謂對於投資者來說 真的一個福地 對於如果希望是落腳 買樓的人士 就不是十分之容易 所以譬如你有考慮 譬如溫哥華的物業的話 就不妨同一個價錢 會不會有意思考慮一下 內陸一點 剛才說過向東移 去數理事、藍理事 甚至去到阿博師福 會不會又有興趣呢 真的舒服很多 空間大 並且是所有需要的商業 服務的配套 很完備 真的很完備 昨晚才跟朋友去試過 有一間在蘭尼市 在Langley 去到我家 大概開車20分鐘左右 都很勤捕相宜 開車那個時間 一間正宗的泰國餐館 可以了 絕對可以了 還要有這個 這個 黏飯芒果做甜品 可以了 這間食肆可以了 上星期五 10月2日 另外一則不幸的新聞 北溫水壩 Capilano River 即Capilano Bridge 以下的Capilano River 真是北溫水壩 閘門意外開啟 河水暴漲捲走了 一個捲走了 一位釣魚的人士 一位死了 那這件新聞之後 有一位死者 之後就發現 原來死有機會 這個傳言而已 警方都未公佈 傳言就說 死者其實 他和他的兒子 27歲的兒子 一起去釣魚 直至今日都還是失蹤 都未知道 下落不明 事生事福都未預約 真是 很不幸的一件事 這一類的事我真的未聽過 真的完全未聽過 那如果風險高的時候 他應該都會 可能會 擺牌 圍了一些高危的地段 但是沒有 有人在釣魚 那非常不幸的一件事 另外也是星期五的報導 華埠金石茶餐廳 關門求手 在華埠 即溫哥華的華埠 其實歷史都很悠久的 那溫哥華的華埠 他從來 就算是新冠之前 其實都在經歷一種的衰落 一種的 怎麼說呢 即是很久沒有翻身過 並且另一件不幸的事 就是那個 在溫哥華 溫氏東端 溫氏東端那個 無家可歸者 露宿者 隱君子的文化 強盛 兩個地段其實是很近 看正同仁街 其實看正同仁街 那個段落 以至到其實 市容變成這樣 就算華人去到光顧當地的食肆 去買菜 那個次數都是比較少 從來生意都有多少的困難 因著溫哥華 溫氏東端其實就有個幾負面的花名 就是世界的毒品之都 全世界的毒品之都 染上了污名 做生意都非常困難 以至到有多少熟悉大溫哥華地段 唐人街在哪裡 其實是列治民 變成了唐人街 甚至除了列治民以外 其實有不同市 不同城市他們的主要商場 因為華人多 因為華人開的店舖 茶樓 餐飲業 其實都越來越鼎盛 以至到整個大溫哥華 感覺到處都是唐人街 真的幾乎到處是 不是完全 唐人生意 亞裔的生意 多的是 儘管看看華埔他們 會不會將來有些翻新的計劃 我也希望華埔如果翻新之後 保留原有的風味 但又乾淨一些 吸引多一些顧客 其實都對於整個城市 以及華埔的歷史 都有所幫助 另外一個新聞 禮拜六 這個是明報禮拜六的報道 就說食物今年 預料漲價會漲2-4% 通貨膨脹固然 但是家庭平均的開師 因為新冠的原故 再加上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其實各樣的開師都是多了 以至到百上加根 如果觀眾有意思回流 或者過加馬大移民 算算窩口要精一些 算算是預松一些 因為接下來還有一段時間通脹 另外一星期六的大新聞 我想大家都會知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白宮群組裡有最少星期六的事件 到今天都已經多了 前後最少有12人染疫 包括特朗普和他太太 第一夫人 這件事和加拿大關係何在 關係在於美加的邊境自從新冠的情況在三月開始之後 美加的綠路邊境已經封關了 他封關的做法就是非需要的往返絕對會截停 除了有需要的物流、運的貨品 或者是官方穿插兩地的感覺 但非必要旅遊性質或旅遊探親性質的往返就完全禁止 那個情況就是在白宮未出事之前 其實已經說不如退遲一點 美國的數字就持續飆升 加拿大也不見得真的好幾多 自從開學之前一個星期 每天都有個案 就時至今日 我們其實應該兩方面 美國加拿大那個關口是 本來有個計劃是10月中旬 到10月底再看看情況如何 然後看看可不可以提早開關 那我相信白宮現在又來一夜 我相信是應該未必 可能真的持續到年底 甚至乎持續到2021年 所以做好心理準備了 這段時間如果過來加拿大的話 可不可以開車過去 經過太平門去拍照 太平門拍照可以 但拍完照你要掉頭走 如果不是一個海關 它又跟你聊兩個小時 結果也是要趕回加拿大 所以這一方面 另外在多倫多市 多倫多市 其實他們已經公佈了 過一個病例越來越多 剛剛這一天還要800宗 800宗新病例 沒辦法應對 多倫多市決定放棄追蹤密切接觸者 意思就是Contact tracing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Contact tracing這個念頭 意思就是有新冠的病例開始了 然後新冠病患者就需要接受一系列的訪問和調查 了解一下他們過去這兩個星期 過去這兩個星期發生過什麼事 去過什麼地方 有機會接觸哪些人 之所以為什麼在加拿大 自從餐館開放鬆可以堂食之後 去每一間餐館 他們都要寫名 他們都要寫電話 圍著就是要有Contact tracing 追蹤密切接觸者 多市決定放棄 這個公佈其實是對於整個疫情 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控制 就是我們似乎都有機會決題 真的有機會決題 意思就是這個再一次的lock down 再一次的封城 就都 就言微之急了 其實有一點 那我相信 我自己推測啦 我相信如果是 10月這個時間如果那個數字繼續持續 即使是保持著每一天那個新案例的數字 其實都有機會會引申到下一輪的封城 今次說到這裡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看一看 加國最新的要聞